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纪念所谓抗美援朝 连低调少见的副主席王岐山都现身 摆出表面团结释放信号扬言惹不得 正是他们自己心虚的一个表现 这场战争在凡是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就给他拿出来讲一讲 然后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就把它藏起来就没人再提 上一次提到这个中美抗美援朝的是50周年的时候是江泽民 习近平声称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说法却是建立在虚假历史 中共不只造假宣传领导对日抗战 还造假扭曲说美国侵略北韩 美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历史事实却是北韩在苏共同意下侵略南韩 中共动用百万军队配合 包括留在大陆的国民政府军人 此伤冻死惨重 美军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队抵抗 联合国大会1951年通过第498号决议 谴责共军侵略行为 完全是一套虚伪的宣传 最后只维持回到了三八线 也就是说回到了战争之前 那么等于说中国这些人都是白白死掉了 中共炒作抗美援朝假历史 号召对抗敌人 声称不做事分裂领土暗指台湾 不过军事专家观察共军动态表示 因为近期解放军非常多的一个演习 从本来是外扩型侵略型的演习 变成一个内缩的一个防卫性的演习 他感受到美国的威胁的压力 恐怕还大于他对这一个夺取台湾的企图 美军10月在冲绳附近展开高尚怒火演习 10月底还有利剑大型夺岛军演 英国《泰晤士报》报导 美军以二战太平洋跳岛战术为基础改良操演 建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吴明杰认为中共南海七个人工岛礁要担心了 现在整个作战模式已经改成 是立体登陆 中国在南海七个岛礁扩张 非常有可能就是被这种跳岛战术给夺取 解放军在南海是全力备战 新台人亚太电视胡宗瀚张东旭台湾台北报导